推行月十年的初中生活與社會科 將改名為公民經濟與社會科 並由現時29個核心單元重組成12個 包括散走政府、政治和社會群體 非政府組織 媒體和個人對自由發表意見權利重視程度 以及有關雙普選等內容 教育局向學校發通告 建議2024年9月在全港中一全面推行 公民經濟與社會課程 學校可以在明年9月試行 當局亦向學校派發問卷收集課程意見 須認識憲法及國家安全 新學習要點列明 學生要認識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 據最高法律效力 而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及基礎等 並且要令學生了解保障人權和自由 與維護國安的關係 至於有關普選特首和立法會 對香港社會發展和民主盡情意義等內容 則被生走 請訂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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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oy